营养生富老少皆宜 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来做一个爱尔兰清炖羊肉 来到爱尔兰明大 首先我们把这个羊肉吃成块 这个不能切太小 这个不能切太小 在哪儿 我可以想把银子放在哪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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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道菜需要用到胡萝卜 西芹 洋葱 作为配菜 主要是主打一个口味是清淡 越能吃原料越能喝汤 还要加白可酒 就是外的碗 我选用的是加州的白酒 羊肉焯水 水开了以后煮个5分钟的水 放盐铺的时候可以煮菜 胡萝卜整个比较大的一个就可以 准备芹菜 胡萝卜切滚刀块 这几个点缀一下就是 洋葱用一个 细形可以切小一点 就这样把它抛开 准备这么多蔬菜就可以了 把水倒了 用热水给它洗一下 用热水给它洗一下 现在我们加凉 两罐鸡汤 如果没有鸡汤 加水也可以 加点鸡精 但是我不推崇加鸡精 我比较喜欢加鸡汤 这种鸡汤在超市都有卖 开大火 现在开水了 加入香叶 可以胡椒粒 我们直接从这个瓶子里面给它弄出来 也可以加白胡椒 我没有白胡椒 就加入黑胡椒 我没有白胡椒 就加入黑胡椒 鸡汤 然后盐 盐我们应该是可以炒放的 后期可以再加 准备加入白胡椒 可以加入 香叶 来 葡萄酒 12 就是大概330毫升左右 330毫升葡萄酒 我们这边烧开了以后放进锅压锅 我点盐 盖上锅盖 压30分钟 压力上来了以后转小火 炖30分钟 30分钟到了 我们给瓜哥去鸭 去鸭的时候要关火 我这个是菲斯勒的瓜子 它比较一个特殊的圆盘设计 红色就代表是要很好 要到绿色或者黄色 才是安全起来 慢慢转 从二组上到一组 我让到红色的时候就断了 但是你不能让这个右边这个 不能让右边这个 现在太多了 我们等蟹压好装 放入蔬菜 我们等蟹压好装入蔬菜 在大火煮10分钟 蒜成煮软就行了 现在这个羊肉的香味 和白酒的香味都出来 现在我们打开这个发火 现在我们打开这个发火 这里都能够了 拿到那个箱子 将把这些东西都拿出 放入银子 到这个时候 还有一把肉 几次了 把肉 放入银子 放入银子 有个蒜子 放入银子 在这些东西 放入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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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沐浪 可以做一些 好多年了 好多年 我去做一期 我去做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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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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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